TED早前来到澳大举办广座 吸引了不止和我参加 其实澳大平时都会举办不少广座和研讨会 不知道和我上TED什么类型的广座呢 第一个我立刻想到是马云啦 马云来到你什么都说得出啦 他叫年轻人创业嘛 我又想创业啊 你有没有啊 我觉得因为现在环境污染都很厉害 所以我希望能够听到一些环保方面的题材 我会想请我爸爸先生来澳大演员 现在无论是大学生还是很多的 这个社会都需要这些欢笑 然后他可以带到这些欢笑给我们 我想看王子华的演员 因为他平时都是讲讲平时日常的时事 得常就抽一抽水啊 所以我觉得比较有趣 我想食神韩韩来澳大做这个专讲 让他分析下澳大的那么多的食店 和我们的甚至书院饭 想请龙应台来做一个讲座 因为他是一个比较特别的量地的作家 写的东西比较有心度 去找Eason 陈奕迅做我们的演讲者 我就比较想听Bill基的 因为他对电脑方面有比较大的影响 也都是Microsoft的创漫游 我想听到蔡英文的演讲 想听到她对于两岸日后关系的发展 或是她对台湾的一些远景 有什么样的期待 我想请好像宋美少爷一些比较搞笑的 一些做开主持的人来 可以听他们讲一下搞Gag的东西 有一些action 然后又加一些搞笑的话题 好像动作笑的那些